不是茶箱飾 作詞盜思 我們今天來說明 MADEV城市設計進階篇的內插法 那內插我想各位多多少少以前都聽過 就是給定幾個資料點 那你怎麼樣把這些資料點連出來 連成一條漂亮的曲線 我們今天來看看 在MadeWeb有哪些comment可以幫你做內插 然後同時它有些數學的方法 所以我們先看 先講到的是一維的內插 越內插英文叫1D interpolation 那簡單講就是根據已知的資料點 你輸入哪幾個資料點 那它的輸出是怎麼樣 那這邊我們特別講的是一維的內插 One Dimensional 所以它的輸入是一維的資料 輸出也是一維的資料 那根據這些資料我們要拉出一條連續的函數 那這時候你任意給我一個點 我就必須算出這個函數的高度 這個結晶這個不行了 沒電池了 那MadeWeb提供了幾個基本的一維內插方法 一種是基於多項式的內插法 這個是我們最重要的一點 我們今天要講的特別重點就在這裡 包含找nearest 找最早的點 最近的點 找線性的內插 找spline內插 找p-chip內插 那另外一種方法是基於FFT FFT叫Faced Fourier Transform 那這個我們會cover到一點點 但是那個不是重點 那這個我們會cover到一點點 但是那個不是重點 它使用的語法很簡單 就是你給我x x就是你原先已知資料點的x座標 那已知資料點y座標 這兩個都是已知的 那xi也是已知的 你要送進去拿幾個x點 我加個i表示這個要做interpolation用的 然後呢加上你用什麼 什麼樣的 method 什麼樣的方法 然後送進去之後 它就把對應的yi值幫你找出來 所以那麼最主要是 method method 在這裡是指定使用方法 有幾種方法 第一個叫nearest 就直接找最近的點 第二種是叫linear 就線性內插 第三種叫spline 它是一種三次的多項式的spline內插法 這個我們後面會再提到 p-chip 這也是另外一種方法 也是利用三次多項式 把整個曲線串起來 那這兩個是舊的 cubic 和p-chip 得到效果是一樣 v5 cubic 這是以前用的三次內插法 這兩個是舊的 可以暫時不用管它 最重要就是前面這四種 好 我們來看一個簡單的範例 這個範例還是一樣 延續我們之前最常見的曲線 x等於從0到4pi每一次跳1 0 1 2 3 一度跳到4pi 那我y呢是sin x乘上exponential-x3 5 所以呢本來是一個sin是正旋波 但是因為乘上了exponential 所以慢慢越來越小越來越小 那我這時候呢我再給一個xi 這是更密的 你看這邊只跳1 這邊跳0.1 也沒有一次跳0.1 所以這邊呢它的密度呢 會比這邊多10倍 等於它的點數應該是比這邊 是這邊的10倍 那這時候呢我用四種不同方法 第一種方法呢叫nearest 最簡單最近的點 第二種方法叫linear線性 第三種p-chip 第四種spine 一次把它全部畫出來 那你就可以可以直接看到它的結果 結果是這個樣子 這個原先的點呢是藍色 這是原來的資料點 你可以看到資料點是 就是散得很開來 從這裡到這裡中間 完全沒有資料 這邊都是空的 從這裡到這裡這邊也 中間都沒有資料 跳跳跳這樣跳 但是你如果由人的眼睛來看的話 你大概可以看得出來它是這樣 這樣繞一圈 等一下我先把這個關掉 所以你由人的眼睛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的曲線大概是這樣子 繞繞繞繞下的 但是中間沒有點沒有資料 那我們怎麼樣把它連出一條 連續的曲線出來 我們來看每一種方法得到效果是怎麼樣 第一種叫nearest nearest 是綠色這一條 所以你可以看到綠色這一條 我在這裡走的時候呢 我每次就找 離我最近是哪一個點 如果離這邊比較近 我就說高度跟這邊一樣 如果離這邊比較近 我就一跳上來高度跟這邊一樣 所以你得到就是一個階梯狀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 譬如說在這兩點中間 靠這邊比較近就是這個高度 靠這邊比較近就是這個高度 所以整個連起來呢 就是一個階梯狀的一條曲線 那這種曲線當然是很難看 就是不連續的然後 但是它的算法很簡單 我只要找一個最近的 我就說它的高度就是跟你最近的一樣 所以這個叫nearest 找最近點 那第二個呢是linear 紅色的 就是線性的內插 線性內插各位都知道 就是把 任兩條 兩個點都直接把它連起來 所以你看到紅色這一條 拉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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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經一路拉過去 那這個線性的事實上就已經 比前面要好一點 那這些你可以想像的都是用 利用多項式來 來逼近 比如說nearest 其實它的多項式就是說 它是一個常數項 常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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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linear 就是它是一個一次 一次的線性方式 一次的線性方式 每一段都是一次的線性方式 那麼p-chip和spine 它都是用三次的多項式來表示 所以這邊是一個三次的多項式 這兩點中間都是一個三次的多項式 只是它的算法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可以先不管它的算法 可以從這裡得到一個結論說 我們spine和p-chip 所產生的曲線比較平滑 我們先看p-chip p-chip是 看的不是很清楚 是 藍色那一條 藍色那一條 它是稍微有一點 有一點連續性 但是跟這個linear很接近 有時候會被蓋住 像這裡 藍色這一條 它有一點弧度 但是紅色是這一條 但是最平滑的是spine spine是紫色這一條 你看紫色這一條 它不但在這裡 這兩點完全沒有資料 它會超過這兩點的高度 然後再彎下來 這兩點中間都沒有資料 它會比這兩點都還要低 然後再彎上來 所以這是spine的特性 它會經過所有點 而且會拉出一條很平滑的曲線出來 那p-chip呢 它的特性跟spine有什麼不一樣呢 它不會超過資料的最高點 譬如說在這裡 這三點 看這三點 最高點是在這裡 那它產生的曲線呢 就只會 最高點只會在這裡 不會超越 那spine就可能會超越 那譬如說看這三點 這三點好了 最低點是在這裡 那spine它會低過最低點 然後再彎上來 但是p-chip永遠不會 它是連到這裡 然後就彎上去 雖然還是有一個弧度 但是它不會比這個最低點 還要更低 所以這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邊再說明呢 這種內插法的比較 我們直接看 直行速度 你直接看nearys它知道它最快 你要找一個最近的就可以了 平滑度最差 記憶使用量最少 那linear都是居於中間 那比較花時間的 都是p-chip和spine spine它執行時間最長 曲線平滑度最好 但記憶體使用量是第三名 記憶體使用量p-chip可能用得更多 所以你看後面這兩個是 比較複雜的內插法 所以它的平滑度都比較好 但時間和記憶體使用量 都會比較大一點 好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 什麼叫spine和p-chip 這個我只是做一些 基本的介紹而已 後面還有一些數學 但是數學 待會數學我會先跳過去 等待有時間我們再回頭來講數學 spine呢 你翻成中文叫 雲齒雲歸或叫曲線板 欸 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也叫s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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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的google 這個圖片搜尋很容易 你就把spine打進去 或者把雲齒雲歸打進去 這個圖就冒出來了 那這個圖在做什麼用呢 是在畫曲線用的 比如說你有好幾點 你要用曲線連起來 你就拿這個板子去對 看一下對這裡比較好呢 還是要對這裡比較好 如果彎的比較大 就對這裡 然後這樣連起來 彎的比較大就對這裡 然後這樣連起來 那你就拿板子去那邊慢慢喬 然後把整個曲線連起來 這個就叫雲齒 那麼在數學上面呢 spine呢是根基於 order等於三的paninomino order等於三 就是三次多相似嘛 所以有四個變數在裡面 但是他還必須規定他說 他的第一階微分和第二階微分 都必須是連續的 只要他經過那個點是連續的 不用講 一定要連起來 但是他一次微分也必須是連續 二次微分也必須是連續 所以呢他會出現很平滑的曲線 但至於怎麼讓他連續呢 我們後面數學會提到 那另外一種方法呢叫p-chip p-chip全名叫 piece-wise-cubic-hermit-interpolating-paninomino 很奧口的一個字 但是各位可以先不用管他 你知道他有什麼特性比較重要 他也是根基於 order等於三的多相式 那他第一階導含數是連續的 但是他第二階導含數不見得是連續 所以你會發覺從這裡就可以比出來 本來是一階和二階都必須連續 那這個p-chip只有一階是連續 所以顯然這個會比較平滑 因為連二階也整個都是連續的 但他有一個特點 他的local maxima和minima都會被保留下來 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有三點在上面 一點是最高那一點 但他經過他的內差之後 他的曲線永遠不會大於最高那一點 他的最高點會剛好等於最高那一點 那如果有三點其中有一點最低點的時候 他經過interpolation 最低點也不會比原先資料點最低點還要低 他應該就會剛好等於那個最低點所在的位置 所以這是這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這邊這個特性你要注意一下 考試的時候我就直接畫一條圖出來 說interpolation出來結果是這個樣子 你看看我是用哪一種方法 你根據你可以猜看看 其實還蠻容易猜的啦 那平滑性當然是這個比較好 但是這個東西呢p-chip 他會計算會稍微比較快一點 好 數學來了 你剛剛數學大家可能就覺得頭腦腦脹 這個spline的formular 我們暫時先跳過去 那如果有時間我回來再講 如果沒時間的話就放來這裡 各位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看 我會放一些reference 那我沒講的東西考試就不會考 各位不用擔心 好interpol1 你現在要開始用interpol1來做事情了 我剛剛講有nearest最近點 有linear找直線 有p-chip 它的一次導演數連續的 有spline它一次和二次都是連續的 那我們在使用這個interpol1的指令的時候 有哪些注意事項 第一個像這樣x必須是嚴格遞增或遞減 就是說你把x送進去之後它是一路增加 所以你把那條曲線拉出來的時候 它是要一路增加的 那元素之間不必是等間隔 那xi的範圍呢 你必須落在x的範圍之內 這個想法很簡單 就是說你知道一條曲線 你知道這幾個點 譬如說這幾個點長得是這個樣子 你把它拉起來 那如果今天給你一個點是在這外面的 請問這邊的指是多少 這叫外差 就要把它往外面延伸 那外差就比較麻煩 而且得出來的 得出來的結果通常也不太可靠 所以當然MATF也提供這個外差的方法 但是各位知道只要看到外差那個指是不見得準確 所以這是你要小心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個簡單的範例 就是可以讓你拖拉看看 這個interp 抱歉 interp ANIM01 我們來跑一下看看 最主要是你要能夠去跑去移 你才知道說他們這幾條曲線有什麼樣的特性 好 我們看你打完以後 當然就出現一個圖出來了 那你就可以去拖拉它 譬如說你壓下去 這個把它拉開來 我特地把它拉那麼高 把這拉很低 這個把它拉高 光這樣子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幾條曲線有什麼不一樣 看這個綠色是線性的 線性很簡單就把它拉平就好了 那淺藍色這是p-chip 所以p-chip你看我剛剛講過 它一路到d到這裡就拉上去 它不會再往下走 像這個spine 它會走到下面 會拉出一條更平滑的曲線出來 到這裡也是一樣 它拉到這裡就回去了 但是spine會到下面來 得到一條更平滑的曲線 那各位要注意我們這邊要求的x座標 都必須是d增或是d減 那你可以拉看看 譬如說我把這個拉拉拉拉拉 拉到跟下一個 就要疊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重新排序 然後重新再做一次內插 但是你就會發覺它的值會出現很奇怪的值 因為一個函數呢 它一定是給我一點 只有一個值嘛 你既然出現兩個點 幾乎一模一樣 幾乎要對在一起的時候 這時候它中間就會跳 跳得很大 跳得亂七八糟 那這種情況呢 你看這個spine 就跳得啪 跳到上面跳到下面 跳得天花亂七糟 不知道跳到哪裡去了 但是這個p-chip呢 它還是規規矩矩的 走到這裡就拉上去了 走到這裡就掉下來了 所以p-chip跟spine 並不是說spine一定好 spine它是連續性比較好 但碰到這種有問題的資料的話 p-chip比較保險一點 它至少都是在這資料中間走 不會一跳跳到無窮大 跳到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這時候我們回頭看 有時候你把它拉得很近的時候 果然把它拉到出現錯誤訊息了 因為它拉得太近的時候 你要做內插的時候 它就跟你講說 你給我一個x值有兩個y值 你叫我要怎麼做 這時候就會出現一些錯誤訊息 所以各位知道 要做內插的時候 一尾的內插 它的x一定要從小排到大 一路排過去 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則 我們待會兒會看到 利用這個原則呢 就可以做任意曲線的內插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示範 那麼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是我剛剛講過 利用fft face the Fourier transform來做轉換 那這部分呢 因為比較少用到 這邊我就不講 直接跳過去 這邊大概你可以看得出來結果 這原先的取樣點在這裡 那你把它做完內插 它就一樣幫你拉出一條 還不錯 漂亮的曲線 當然你可以比較看 把spline p-chip一起畫上去 看看哪個比較好 結果可能是都差不多 好 我們常常講說 內插 內插跟回歸 有學過回歸分析的請舉手一下 都沒學過 其實應該是國中就學過 只是它不叫回歸而已 國中就是跟你講說 這邊好幾點 請做出一條直線出來 使得這個直線越接近這幾個點越好 這個已經都應該學過 那個其實就是回歸分析 那我們這邊特別來說明一下 內插和回歸有什麼不一樣 在內插interpolation的時候 這個曲線呢 必須通過每一個已知的取樣點 這點假設都很乾淨 都沒有任何雜訊在裡面 那你這個曲線必須要通過 然後拉出一條平滑的曲線出來 這種就叫做內插interpolation 那回歸呢 是不一樣 回歸呢不需要通過取樣點 所以這邊有好幾個點 那你假設這邊 它是由一條直線所產生 加上可能有些雜訊 那你就不需要通過這一點 因為它也不可能完全通過這幾個點 那你就把那條直線找出來 使得這幾個點到這直線垂直 就是y方向的距離平方合為最小 這個叫回歸 我們接著內插講完後面也會 就是在下一堂或是下下一堂 就開始講到回歸 所以呢內插法呢 適合用在雜訊很少的取樣之下 譬如說電腦繪圖 我們的作業就是 讓你把手貼到螢幕上面 然後打幾個點打上去 然後它幫你做內插 畫出一隻漂亮的手出來 這就是電腦繪圖 你用少數幾個點 然後就長出一個 比較完整 比較像原來的手的形狀出來 那回歸呢 回歸是用來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是雜訊較大的取樣之下 譬如說氣象 股票 股票 昨天不是大跌 今天不知道怎麼樣 你可不可以根據過去幾年來的資料 來預測股票會漲還是跌 這些方法其實都叫做回歸 你要長出一條回歸 可以函數出來 然後把資料帶進去 然後去預測 那當然你不可能去做interpolation 你雜訊那麼大 每次就跳 那個股票波動的很厲害 你去做interpolation 它實際上沒有意義 它會跳的很厲害 那你要預測明天實際上完全不準 它會亂跳一通 那這時候我們就必須要用回歸 所以雜訊少就用內插 雜訊大就用回歸 簡單的規則就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剛剛講的是說 我剛剛講說你給x坐標 這樣一路由小變得大 我可以內插出一條曲線出來 那這條曲線是x的函數 所以給另一個x它只能有一個y值 給另一個x它可能有一個y值 但是如果說我平面上有任意一條曲線 你要怎麼做內插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使用一尾內插 但是要分兩次做 第一次是x坐標對它的index的內插 第二次是y坐標對它的index的內插 那兩個把它合併起來 就得到一個完整任意曲線的內插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個範例 好 假設有七個資料點 1 2 3 4 5 6 另外一點可能在這裡打到外面去的 散佈在二度空間中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它內插連起來 那如果用前面講這個方法不通 因為這幾個曲線呢 是這樣子繞過來一個這樣子繞過來 所以你譬如說在這裡 一個x坐標對到兩個值 所以你沒辦法做內插 這時候呢我必須把 你看x坐標在這裡 y坐標在這裡 那我的index1是指的 它x的長度 這就是它的index 那index2呢我把它內插到總共101個點 原先有幾個點 1 2 3 4 5 6 原先只有七個點 我把它內插到101個點 這時候呢 這個有沒有 x對於原先的index 這是從1 2 3 4 5 6 7 對它的值 那這邊呢 是從1 然後1.0幾 1.0幾這樣一路增加 所以這個長度長很多 然後利用這個方式做內插 把x2的值找出來 那y也是一樣 y它的長度是1到7 所以index1到7 那這個index呢 是更密的資料 密密麻麻的資料 然後塞進去之後 那最後把y2找出來 這時候呢就把xy用圓圈把它打出來 這是原先的取樣點資料 那x2 y2是做interpolation之後的資料 用一個直線把它打出來 結果得到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原始的資料打圈了 只有七個點而已 但是經過你內插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一條非常平滑的曲線在上面 那重點就是我們要先 所謂內插就是要找出一個函數 讓它是平滑的 所以在這裡呢 我等於說 x的值呢 我先把它畫出來 index和x 我把x的值畫出來 是一條平滑的曲線 等於說x在這裡 這是一條曲線 那它原來座標是 1 2 3 4 5 6 7 對應到它的高度是0 2 4 3 1 2 1 那y也是一樣 它對應的座標呢 是1 2 3 4 5 6 7 但它的高度呢 是1 2 4 5 2 0 所以把兩條曲線做內插 然後再把它重新畫出來 得到的結果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任意曲線的內插 所以一樣你這裡可以用 用spline 也可以用nearest 也可以用linear 也可以用p-chip 得到效果就會通通不一樣 但是spline 我剛剛講過是最平滑的曲線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這樣的一條曲線 同學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的作業其實就跟這個很接近 所以你這個範例一定要了解 那麼這是在電腦圖圈裡面最常見的方法 就是說我要畫 譬如說我要畫一個 米老鼠的臉 米老鼠的臉 你可不可能沒一點 但是打的秘密嗎 所以你就選幾個控制點 就像這邊這個樣子 我選幾個控制點 然後讓它自動幫你連出一條平滑的曲線 所以這是在computer graphics中最常見的方法 用少數的控制點 然後就可以來代表一個物體的外型 然後就可以把它整個串起來 那麼我們再去過來這個翻例的是 剛剛只用spline 現在用四種不同的方法 這程式碼其實都一樣 這邊xy 這邊通通一樣 只是我這邊選用不同的方法 選用nearest是第一組 第二組是linear 第三組是p-chip 第四組是spline 那圓線的資料在這裡打點 可以看出來 如果是用nearest nearest為什麼不見呢 為什麼沒有綠色的曲線 你可以想一下為什麼嗎 完全疊在一起 完全疊在一起 因為它就是找最近點而已 譬如說你有一些點 可能要在中間的點 你會發現跟這最近點 它啪 黏到這裡去了 跟這比較接近 啪 黏到這裡來 對 就是完全疊在一起 所以你知道 可以想像出來嗎 這nearest 就完全不見了 因為它就找最近的點 就把你龜過去 所以nearest會跟linear完全疊在一起 linear是指中間還有點 它叨叨叨叨叨叨 中間還有點 但是你 所以這兩條曲線呢 會完全疊在一起 那p-chip在這裡 淺藍色這條曲線 然後spline在這裡 紫色這條曲線 如果光 我這個表不給你 光這個藍色和紫色的曲線 你能不能夠分出來哪一條是spline 哪一條是p-chip 你這樣實際想到 老師說平滑就是嘛 那彎的越大就是啦 對 彎的最大就比較是 結果的確也是這個樣子 但是最重要一點 我剛剛講過說p-chip 它不會超過你的最高值 也不會低於你的最小值 所以你看p-chip這條曲線在跑的時候 跑跑跑跑跑來這裡 到這裡至少這一點 對x座標來講是它的最大值 有沒有這是x座標 都是最大值 它到底就繞回去 光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這個是p-chip 但是spline呢你看到這裡 還會凸出來再繞回去 這就是spline 或者是你看這三點也可以 看這三點 有沒有 去p-chip到這裡 這邊是個最大值 就繞回去 但是spline硬是要凸出來再繞回去 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範例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我們也是有一個互動的展示 來看看這邊會展現什麼現象 interrupt animation02 它每一次出來的圖都會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亂數產生的點 所以你必須把它拉一下調整一下 才比較容易看得出來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起點應該是在這裡 我把它拉開來好 拉長回 好 這樣就比較容易看得出來 起點或者是起點意思一樣 這樣繞一圈 所以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spine最圓 p-chip 它繞到這裡就回去 它不會凸出來 像這樣凸出來 那linear呢 就完全只是拉直線 但是如果碰到兩邊的x座標 或是y座標是一樣的時候 然後p-chip和地點會疊在一起 好 我們來試一下 譬如說 我把這邊的座標拉到 讓它x座標一樣 各位可以看它就疊在一起了 所以這是p-chip的特色 它因為為了不要超越它的最大值 或是低於它的最小值 當中是一樣高度的時候它會疊在一起 但是spine永遠會是一個連續的曲線 好 這個各位可以回去試看看 好 投影片了 好 我們剛剛都是一圍的內插 接著再來要往更高深的地步走 然後要往二圍走 那二圍內插呢 所用的指令叫interp2 你看2就叫2就是二圍 1就是一圍 那使用的語法呢 就是一樣 你xyz都給我 這代表是x的點y的點 然後z就代表是一個曲面的高度 接著你給我xyyi 這時候我要把zi找出來 那master master一樣有幾種方法 nearest找最近的點 linear找線性的內插 spine是二圍的spine方法 cubic cubic事實上前面叫p-chip 但是在interp2裡面它不再寫p-chip 它寫 它直接寫成cubic 我不曉得它為什麼沒有改過來 不過anyway你知道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看看結果 先看看這個注意事項 第一個呢 xy都必須嚴格地增或地減 就跟前面一樣 因為是格子點 你必須一度增加 然後才畫出一個格子點出來 那麼如果說你為了怕弄錯的話 xy都由mesh grid所產生 mesh grid我們第一次講畫曲面圖的時候 有講過 就是譬如說x 就是它的row都一樣 或是column都一樣 然後產生xy的座標點 這樣的話格式比較不容易錯 那用不同的方法進行內插 會得到不同的效果 但是我這邊要先 其實我剛剛一直在中間加一張投影片 一直沒加出來 等我加完把equation都打上去的時候 Microsoft跟我講說 那個equation edit錯掉了 錯掉不是我的錯啊 結果 結果 它問我要不要重新安裝 我按一個好 它就安裝完我畫的東西就全部不見了 所以我在這裡直接寫一下 這個概念上也是很簡單 就是 碰到 我來這裡寫 一圍內插的時候呢 我們是這個樣子 一圍內插 譬如說 這一點呢 是xy 這一點是x2 那對應的高度呢 是y1 y2 那假設有z1點在這裡 那這一點的座標是多少呢 假設我們用比例來看的話 這邊呢 假設是α1 這邊是α2 因為是用比例來看的關係 所以 α1加α2 要等於1 譬如說3比7 或是 0.2比0.8 是用比例來看 那這一點的高度是多少呢 這個我想各位都學過 這一點的 就會變成 x1α2 加x2α1 就是表示這一點 在線性內上它的高度是在這裡 這個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那碰到二維怎麼辦呢 二維一樣造作 我們畫一個圖 假設這邊是 這是四個點 那它有一個高度 我高度寫z1 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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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2 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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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2 z2 那假設我這邊佔的比例呢 我要先要算這一點的高度是多少 你可以想像說這是四根柱子 把它插起來 好像在架蚊帳一樣 把蚊帳架起來 那我要叫你算其中某一點的高度 假設呢這一點呢是α1 這一點是α2 也是一個比例的關係 所以我事實上 α1加α2要等於1 那這邊呢假設是β1 這邊是β2 所以你可以想像在這一點的高度 這一點的高度就是z11 乘上α2 加上z21 乘上α1 這應該是 就是這兩點 一條直線做線性內差的值 那這一點的 這一點的高度呢 這一點的高度 就是z12 z12 乘上α2 加上z22 乘α1 那這兩點高度有了 你再去做內差 有沒有這兩點 拉起來這條直線 你就可以求了這一點的高度 所以這一點的高度就變成 因為在這邊的高度是這個東西 在這邊的高度是這個東西 所以就是這個高度乘上β2 所以z 然後加上這邊的高度 乘上β1 所以這樣任一點的內差就可以做出來 所以在二維平面 你可以做出來 到三度空間呢 你一向做到四度五度 一百度都可以做 就按照同樣的方法下去做 所以這邊得到的結果呢 也是蠻好記的 就是 就是 z11乘α2β2 加上 z21乘α1β2 加上 z12乘α2β1 加上 z22乘α1β1 所以你可以想像 z11在這裡 它要乘的就是這兩個 對角對過去乘這兩個 z21要乘的是對角對過去 要乘的是 z21在這裡 它要乘的就是這兩個 然後z12就乘對過來 要乘這兩個 z22就對過來要乘這兩個 所以跟線性的效果很接近 你這邊這個要乘以這個 這邊這個要乘以這個 那到二度空間也是一樣 所以這是線性內差 那二度空間是這樣 三度四度就一樣 以此類推下去 好 剛剛這邊的說明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花了半個小時在那邊畫圖 結果就全毀掉了 什麼都沒有 所以 這個Microsoft的 不知道怎麼陪我 這種事情常常發生 以前 也是在握著裡面打 Equestion 打了密密麻麻 真的打完 真的很高興 哇好棒嘛 這個東西打出來了 又漂亮 跟課本一模一樣 還加了我自己的東西 然後我就要儲存 他說不讓我儲存 就不讓我儲存 我就不知道發生什麼問題 就存也存不進去 到這個全部就毀掉了 好 好 所以這邊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好 那麼 interp2呢 我們來看看它這邊會 會得到什麼樣的效果 這邊 你看 我用MeshGrid 產生-3-3的格子點 那麼 把它送到Pix裡面去 就產生Z的坐標 接著我要產生內差點 因為它點就更密密麻麻 你們這邊是-3 每次跳1到3 這邊是跳0.25 所以這邊的格子點的數目 大概是這邊的4倍 這邊每次跳1 這邊每次跳0.25 所以這邊的格子點 大概是這邊的4倍 但是4倍是指一個維度 那兩個維度算出來 就會多了16倍的點在上面 也是這樣 我就直接送進去 XYZ XY Nearest Linear Cubic Spine 整個就把它送進去 然後把它畫出來 畫出來之後呢 我把它等高線一起畫出來 等高線畫出來 你就比較容易看得出來 它的曲線的平滑的程度 好 我們來看結果 這是第一個 原始的資料長得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格子很粗 有沒有 它每一片就是 它的格子點就比較粗 每一片磁磚都比較大一點 然後呢 我就開始 第一個方法叫Nearest Nearest 直接找最近點 結果出現階梯狀 跟一度空間中是一樣的 一圍的輸入的話 它也可以產生階梯狀 二圍它一樣產生階梯狀 因為它直接找最近的點 你給我任何一個點 我就直接找說 它跟這一點比較接近 譬如說跟這一點比較接近 我就直接設定成它的高度 所以你可以發覺在這一點的附近 都有一個平台在上面 就表示跟這一點比較接近的點 這邊就產生一個平台 這邊產生一個平台 最高點也產生一個平台 那如果用Linear呢 就得到這樣的結果 Linear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方式 它去想辦法把每一塊 原先是這一塊長得是這個樣子 這一塊就是我們的四方形 然後去做內插把它切出四塊出來 然後這Qubic結果 Qubic就類似P chip的結果 然後Spline的結果 那這兩個都會是比較平滑 但是Spline會更平滑 但是在三度的區面上面呢 你要說明更平滑這件事情 是不太容易看得出來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呢 是我們把它等高線直接畫出來 等高線畫出來 這個是階梯狀 Nearest 所以你可以看到平平的一塊一塊 這是Linear Cubic Spline 我們來看怎麼樣叫平滑呢 直接看等高線有沒有 你看像這等高線有沒有 這邊會出現一個比較尖的 但這邊是比較平滑的 其實也不是很明顯 因為這裡也是出現一個比較尖的形狀在這裡 這邊就沒有 都比較圓弧狀 所以Spline的結果呢 還是比Qubic還要平滑一點 但Linear也不用講 它就會比較尖一點 好 那剛剛講的點呢 是格子點 格子點你要內插很容易 我就剛剛跟各位講 就直接用這樣的方法 至少線性的方法 這樣可以做出來 那碰到散步點呢 這個就比較麻煩 它會散步在平面上面 全部散開來 那你怎樣一樣把它的曲線把它找出來 那這個我們事實上在 開學沒多久講的 三維的繪圖裡面 就曾經有講過 你可以用一個指令叫Greet Data 那Greet Data就會根據距離的方式 距離越近 它會取 越接近那個字要點的詞 距離越遠 它也會取那個值 但是它的權重會變低 那它的方法呢 指令就是XYZ送進去 然後把XY送進去 Z就出來了 我們直接看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應該跟之前我們的範例差不多 X座標給你 Y座標給你 然後把它丟到Pix裡面去 那Mesh Grid 這時候就產生我的要內插的座標點 然後把XYZ 這就是已知的座標 那這邊XYY是更密的座標 就產生我對應的高度 這個就可以直接把它畫出來 知道結果 這個圖我想各位應該有印象 其中有一個作業 我們做的就是這個東西 我們要把它的convex hole找出來 那麼這邊 每一個圓球代表取樣點 這邊就是一個取樣點等等 那區面就是用Greet Data產生的結果 那這邊呢我是用Y數產生 所以每次跑出來 結果都會跟這邊不太一樣 所以你把它如果直接把它變成從上面往下看 這個就是我們上次做的作業 你可以發覺 譬如說這兩點連起來 連起來只有這邊有資料 外面通通沒有資料 這兩點也是一樣 這樣把它連起來 就是裡面有資料外面都沒有資料 那把它整個這一點連起來 就叫做一個convex hole 所以我們還沒 我們上次也有提到就是 直接用的command 就是convex hole 你就可以找到 能夠包圍這幾個點的最小to多邊形 所以你這邊就可以想像 如果說你要預測 譬如說這兩點連起來 to多邊這兩點起來 你要預測外面的值 那就變y差 y差就類似這個樣子 你這邊有值 你要預測外面 就會出現不可預期的結果 所以這邊也是跟你講說 我只能預測到這邊 外面我就沒辦法做預測 我這邊也是這樣連起來 我只能預測這裡 外面我就沒辦法做預測 所以這就是greed data 散佈在上面的點 你怎麼樣做內差 當然我們上面還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待會兒會兒再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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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